我現在先警告你 玩車要有車品 做人要有人品 你可以叫我老頭 你我的身分地位我可以示範 你不要把我的爸爸媽媽 不要把我的孩子帶進來 你做這種人生功勤 不覺得可恥嗎 你真的好好笑 你越說 我說你每一次的視頻 你說話只是更曝露你的無知 跟你的可憐 我現在給你打個賭 如果你現在去問你的前輩 去問你的賽會 你打電話去問中國汽車聯合會 如果境外的車子進入中國比賽 不需要申請任何海關監管文件 不需要做任何海關監管的手續 如果不需要的話 我退出車產 叫你一聲爸爸 我現在先警告你 玩車要有車品 做人要有人品 你可以叫我老頭 你我的身分地位我可以示範 你不要把我的爸爸媽媽 不要把我的孩子帶進來 你做這種人生功勤 你不覺得可恥嗎 你連基本的人品都沒有嗎 你不只沒有人品 你還沒有知識 我很確定跟你講一件事情 你一定沒有到國外比過賽對不對 我再跟你確定一件事情 你連在國內的比賽 都沒有參加過國際的賽事對不對 你告訴我什麼藍牌是什麼東西啊 你真的好好笑 你越說 我說你每一次的視頻 你說話只是更曝露你的無知 跟你的可憐 我現在正式的跟你說 只要在國內要參加比賽 是境外的車子要進來 舉辦的大會 必須像中國汽車聯合會 也就是我們的中氣聯 是我們中國最高的汽車聯合單位 申請入境 海關監管相關手續 我再說一次 如果境外的車子進中國比賽 你剛才說不需要海關監管無限 不需要做任何手續 那你的意思是什麼樣 每一台車都可以印定中國 說進來就進來 還是走勢 但是來話你說出來了 你說不需要對不對 我現在給你打個賭 如果你現在去問你的前輩 去問你的賽會 你打電話去問中國汽車聯合會 如果境外的車子進入中國比賽 不需要申請任何海關監管文件 不需要做任何海關監管的手續 如果不需要的話 我退出車台 叫你一聲爸爸 我給你三天的時間 如果查出來境外的車子進入中國 必須申請海關文件 押官證明 必須申請 跟中聯合會申請 如果需要 你是不是也是退出車台 叫我一聲爸爸 你敢不敢 最後我告訴你 我就說你連車隊的資格都沒有 你也沒有辦法邀請境外車隊 如果你連這個能力都沒有的話 我邀請你來台灣比賽 你的所有手續我幫你承包 急了吧 無知的交貨 天理歸 我現在衝著全球華人的面前 正式接受你的挑戰 請你立刻把海關監管文件 傳承過來給我 我立刻可以馬上打包貨櫃 過去跟你比賽 天理歸 我現在衝著全球華人的面前 正式接受你的挑戰 我現在告訴你 不用給我兩個月的時間 兩個月是你自己的理由 因為你的車在上海UP 還沒有改好 對不對 我隨時可以打包我的貨櫃 過去跟你比賽 對了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國際賽 你還講過沒有 你知道國際賽的資格條件 你懂嗎 舉辦的大會必須提供 海關監管文件 以及參賽書 請你立刻把海關監管文件 傳承過來給我 我立刻可以馬上打包貨櫃 過去跟你比賽 有沒有問題 還有請你不要再用兩個月 什麼等我過去崩你 來當做新聞炒作人 我正式答應 跟你比一場 我現在在等你的海關文件 記住 海關監管文件 你不懂 去問問上面高層的人 就是這樣 等等 欺賀 你不懂 紫 倫 cede